近日据媒体报道 此前国产战机歼10在巴基斯坦亮相 有不少军迷感到奇怪 这次居然不是骁龙战机 专家解释称 此次歼10奔赴巴基斯坦 其实隐藏着一巨大信息 巴基斯坦还是缺少先进的战机 所以这次歼10前往巴铁 很可能是因为巴铁看上了中国这款主力战机 在真实用途曝光后 有军迷表示 中国能将主力战机开去支援巴铁 巴基斯坦一定对中国再三致谢 虽然对于目前的中国空军来说 已经有太多先进的战机了 甚至几年前挑大梁的早期型号的歼10 都算是一款技术较为落后的战机 但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他们还是极为想要歼10的 因为巴基斯坦的海陆空三军里面 空军是唯一可以和印度一战的军种 但是问题就在于 巴铁的飞行员素质 比起印度来说 不相上下 但是印度一旦和巴方拼消耗 显然是巴方无法承受的 再加上巴方缺少中型机和重型机 一旦打起来 也是要吃亏的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歼10作为一款中型机 已经有了四种之多的改进型号 它和骁龙最大的区别在于 骁龙即使再优秀 还是一款接近三代机的二代半战机 而印度拥有着苏30MKI这种三代半战机 对于骁龙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其次就是中国从未装备骁龙 但是却一直在装备歼10 孰优孰劣不难判断 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最大的明星 无疑是装备了 10辆喷口的歼10战机 搭配优秀的飞控软件 使得歼10的机动性极为恐怖 风头甚至超过了 打开弹仓的歼20 对于现在的八空军来说 给他们出口带有10辆喷口的型号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即使是歼10的大改型号 也强于骁龙 这次的阅兵事引人关注的 除了坚实 就是中国首次在海外参加阅兵了 这一项是在外界透露出一股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一旦印度解决了八方问题 那么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与中国搞事了 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 还是和平稳定求发展 因此通过八方拖出印度 还是值得去做的